你说我不应该讲日本 你就下去 你认为是放屁你就离开 没关系的 好的东西要学 哪怕是敌人也要学 学了以后再打寡达 对不对吗 怎么不能讲呢 我们的邻国养老产业做得很好 他们的养老产业 在三个方面 比我们做得好多了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他们有一个 很好的设计叫 居家养老 就是你是在他那里养老 但是你还是住在自己家里 他就派专业人 要为你提供服务 这是第一个亮点 非常有意义 因为中国好像目前还没展开 所以呢 中国的老人都是塞的养老院去 跟一帮都是近黄昏的老人在一起 天天养老院有人离世了 所以搞得这些人心里特别的灰暗 很不舒服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做法 我们的邻国做得比我们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们的服务人员 全是受过专业化训练的 包括给老人剪指甲都要训练 这个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到这个程度啊 所以我们这个是做得不好的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他们的养老院对于老人的精神生活 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精神生活 它就是让你不仅能活下来 还能让你很开心的活下来 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这个产业是非常非常有前途的 量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想说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一定要专业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拿一堆 根本就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人 塞在那经养老院就端端水 或者说让他可以打电话给护士 这个就太low了 当然有人说请不起这么多的人 请不起这么贵的 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管是受过什么训练 发多少公司的人 你总要是在某一些方面 有一定的专业性 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在设计上 一定要从细节上来设计 比如说我在日本的养老院 我们就看到 老人所有的洗手间 都有一个扶手还一个抓手 就是让他可以自己起来 就非常非常注意 这个地面绝对都是防滑的 就是很多细节做得特别周到 包括它的洗发水和沐浴露 全部是放在手可以拿得到的地方 不要垫起脚尖来拿 完全不需要 就是很小的细节 都能够做得很好 这个我们怎么不应该学呢 必须学 我本来我就是从丰田学 精细化管理的 所以我才在中国打开了一个局面 所以人类一切优秀的东西 都要去学 哪怕是我们过去的敌人 哪怕是我们有仇恨 都应该去学 强大自己 对不对 过去八国联军来打中国的时候 还讲到 私宜之常寄以致宜 用你的常处来搞定你 为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一句话 养老产业肯定是可以干的